说起每个中国人的厨房里的必备餐具 菜刀无疑算是其中的老大 拍算 切蔬菜 砍骨头 只要你不怕篡位 一把菜刀就能带你纵横厨房 但你能想到吗 有着将近400年传承历史的老刀具 张小璇却因为自家菜刀一拍算 就断引起了大众的争议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菜刀真的不能拿来拍算吗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张小璇菜刀 看一看背后的故事 男友张小璇 中友曹正兴 北友王娜子 作为中国人厨房中必不可少的刀具 菜刀的锻造和销售 一直都是中国刀剪行业中重要的一环 新中国成立后 张小璇凭借着其悠久的锻造历史和过硬的锻造质量 成为了国家商务部官方认定的第一批中华老字号 同时 张小璇这个品牌 也是如今刀剪行业中唯一的中国知名商标 细细算来 张小璇如今也差不多有了400年的传承历史 虽然打出了国家非物质遗产锻造记忆 但是传承到现在 张小璇也陷入了不少的传承困境 前几天 张小璇就因为菜刀不能拍算而引起了大众的争议 不久前 家住广州的一名消费者 在使用张小璇旗下的菜刀拍算时 菜刀竟然出现了断裂的现象 难道是自己运气不好 买到了质量不好的菜刀 抱着疑惑的心理 这名消费者在拍摄下当时的场景后 联系到了淘宝上张小璇官方旗舰店的客服 希望客服能给出自己一个合理的解释 如果是菜刀质量有问题 那该换就换 本以为只是一个简单的质量收获问题 但是张小璇客服的回答 却让这名消费者大吃一惊 面对消费者因为拍算导致的菜刀断裂现象 张小璇的客服倒是显得十分淡定 说到亲亲 菜刀是不能用来拍算的呢 哪个中国人的厨房里没把菜刀 哪把菜刀没有在烟熏火燎的厨房里 上一秒拍算下一秒剁排骨 张小璇客服的回答 不仅没有让广州的这名消费者满意 聊天截图传出后 在网络上也引起了不少的热议 谁家的菜刀不拍几半算 菜刀拍算都能断 那还敢拿菜刀干别的事吗 随着张小璇菜刀不能拍算的话题越吵越热 微博上的有关张小璇话题也越吵越热 一夜之间 微博热搜仿佛成了张小璇的独家报道 登上微博热搜后 张小璇的公关显得非常及时 他们第一时间在社交平台上 贴出了和消费者后期沟通 协调的聊天记录 为了补偿这个消费者的损失 张小璇的客服免费给这个消费者 邮寄了一套最新的全款刀具 但即便如此 事情也远远没有平息下来 在张小璇菜刀 不能拍算这个话题 冲上微博热搜的当晚 张小璇在抖音上设立的官方直播间 就涌入了非常多的流量 直播间里的主播 在举刀介绍手里的菜刀 可以轻松地拍黄瓜 弹幕里纷纷留言 能不能拍大蒜 你们淘宝客服说了 张小璇的菜刀不能用来拍算 你们谁是正版的商家呀 7月15日 为了正面回应菜刀不能拍算的留言 张小璇专门接受了 来自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 当日晚上 张小璇还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 发表了专题文章 结合记者随后放出的报道和文章中 给出的解释 我们不难看出 张小璇的大多数常规刀具 都是可以用来拍算的 但是要注意相应的方式方法 不然就会有刀具断裂的风险 其他的刀具品牌也没有放过这个热点 都在自己的直播间里开始八仙过海 大写神通 有的主播会专门大声宣传自家的菜刀能拍算 有的主播则会直接把菜刀 算和刀搬到直播间 事实上 这已经不是张小璇第一次陷入到这种舆论危机当中了 几年前张小璇当时的总经理在接受采访时 就曾经发表过中国人切菜方式有问题这种言论 再加上这次的菜刀不能拍算 恐怕张小璇在短时间之内要经历的舆论战还有很多 和其他的刀具品牌不同 张小璇打出来的品牌一直都是400年中华老字号 但是随着越来越多刀具品牌的加入 张小璇引以为傲的400年 传承历史受到的冲击也越来越大 为了能够不被行业内其他的竞争者超越 张小璇这几年里在营销上花费的精力越来越大 除了积极在电商领域开设自己的官方旗舰店 还会利用网络直播平台打开自己的销售渠道 为了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认识张小璇这个品牌 张小璇的营销人员还参加了很多年轻人喜欢的潮流节目 比如他们在中国有嘻哈里就推出了自己的全书形象 之后的几年张小璇利用自己的IP全书形象 又设计出了一系列的周边文创产品 不得不说在菜刀不能拍算这个事情出现之前 张小璇的营销一直都是行业中的佼佼者 今年4月的时候 在一次电商联合直播活动中 张小璇的总经理夏钱梁就在直播中 推出了一些更具有创新性质的刀具 如何变形金刚联名推出的六件套刀具等离子消毒刀架 新刀具的推出不仅给张小璇赚足了噱头 但是也给张小璇之后的公司策略埋下了隐患 一次一次地靠着营销走到了大众的眼前 张小璇逐渐地成为了刀具行业里面的网红 但是这也同时意味着张小璇要比别的刀具品牌要更注重口碑和营销重心 这次拍算事件最直观的反应就是张小璇的股价现在已经跌了将近4% 和年初的股价相比跌了大概20%左右 作为刀具里面的中华老字号 张小璇这几年的营销策略和所遇到的困难 也值得其他的老字号企业借鉴 如果只是一昧的埋头苦干 打不出去自己的品牌不行 但如果只注重营销手段 不断地营销自己的公司品牌 而不专于产品本身 这更是死路一条 事实上只有在品牌塑造和产品更新上齐头并进 这才是真的是一个企业能够长久生存的关键指导 在现在这个越来越看中产品质量和消费者评价的现代化市场中 张小璇昔日里以以为傲的营销路线 已经逐渐显露出来了他的弊端和不足之处 这次的菜刀拍算事件 对于张小璇来说 既是一个及时转变公司经营路线的绝佳契机 又是一个能否留住广大消费者的生死关头 事情已经发酵了好几天 不仅仅是张小璇的公关部门在不断地及时跟进 作为广大消费者中的一员 我们也将不断关注菜刀拍算事件的后续进展 本期创始人观察有关张小璇的故事就讲解到这里 你最近有关注张小璇的拍算事件 你对此又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我 为我点赞并转发 你们的每一份鼓励 都将是我做出更好视频的动力 请不吝点赞并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